走下二三层楼高的石灰岩洞 各个具有特殊风貌的石筍中鲁石 造型沉浸眼前令人目不转睛 仿佛进到武侠小说的仙洞内 探索大自然奇景 这是在墾丁国家森林游乐园内 因地球板块运动的容器形成的特殊景致 这边以前都是在海底 然后因为造山运动让它慢慢的 就是浮上来 然后所以你看我两边 周梢都是那个珊瑚胶原 以前的珊瑚恐虫 它们去做出来的一些骨骸 所以我们这边是一个 这个仙洞就是一个龙死的 一个融化 然后是一个禽石掉的一个洞穴 就是一个崩解型的洞穴 墾丁仙洞其实是台湾最长的中鲁石洞 全长共有137公尺 随着野壁水流慢慢侵蚀 形成的中鲁石 奇特现象展现出大自然的奥妙 中鲁石它经过水的洗礼以后 它会就是碳酸钙的溶解出来 然后它溶解出来以后它会在 就水流快一点的话就会在底下 就形成叫石筍 如果水流慢一点的话 它会在上面凝结叫做石中鲁 这里不仅是许多登山客喜爱的探索场地 也是台湾地理考究的重要景点 不少游客已经来过很多次了 还是喜欢到这儿来 我喜欢这片土地 我觉得它不管是人文风景都很美 所以我利用我的双脚去亲吻 就是这个大地 我热爱的台湾 然后除了先动景观 游乐园内也有树林超过400年的营业板根 这里无疑是践行享受森林域的好地方 屏东灵馆处期盼 游客可以踊跃上网洽询预约导览 掌握墾丁森林游乐区相关资讯 踊跃来造访体验 屏东新闻不听张志豪 采访报道